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负责评选国际新闻自由奖的美国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本周选出压制新闻自由国家领导人奖反奉破坏媒体自由原则的世界各国领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入列并获盖严控媒体奖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推特上称将颁法年度最不实腐败媒体奖给攻击批评他的媒体 美国保护记者协会则在本周一八颁布压制新闻自由国家领导人奖作为反击 获奖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保护记者协会的获奖列表中习近平获得严控媒体奖 俄罗斯总统普平则排名在习近平之后 其他获奖的知名国家领袖令由美国总统川普 缅甸国务资政汪山苏基 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等人 保护记者协会形容习近平其日益强大的铁腕 将审查制度和网络管理相结合 压制有意义的新闻媒体 并称中国是全球媒体界最糟糕的狱卒 不仅政府控制着多数传统媒体 记者若冒险触犯新闻审查底线 恐会失去工作或被禁止旅行 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国际欺者也会受到骚扰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今年初也抱怨 现今有许多地方政府贪图行政方便处处打 压新闻自由 更质疑如果媒体弱国家能强起来吗 媒体这也不说那也低调能强吗 神奋